給你帽子 又不認識 現在來找車 現在下面下車 San Francisco 一大早起來 就很冷 就是San Francisco的天氣 主要是這台車 即使這麼大 但還是有新車的味道 沒錯 新鮮的皮革 對啊 邊走路就邊拍嗎 我們現在就是來到那個皮克斯的總公司了 這邊是一個非常清幽的地方 我覺得感覺很像那個校園 很像一個高中的感覺 或者說老外公司真的是建築品味道教 這邊一定是果粉來到那個 這塊的人會瘋掉的地方 因為你可以看到那邊是 The Steve Jobs Building 我本身是比的蓋子鐵粉 哈哈哈 對不起 沒有 走到是… 走到是後面啦… 不是 是因為我買了蘋果的電腦 我就不是很會用嘛 所以我對賈伯斯就有一股就是怨恨 但其實好好好 我真的沒有對他有什麼意見 只是我比較會用Windows系統OK 只是因為這樣而已 好 我們進去吧 哇 哇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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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那個 或者是 皮克斯的公司早餐的咖啡 然後他們的咖啡是Peats Coffee 我以前在美國就很喜歡喝Peats Coffee 好喝 好吃 好 那我們剛剛看完就是 一系列的那個Finding Dory的影片 那我們現在就是 他們的工作人員要我們來寫感想文 所以我剛剛寫了一篇做文 大概講一下就是 你覺得這個地方如何 就是現在目前那個辦公室 給你的氣氛 你的感覺 所以我台灣上班族來應該都會哭的回家吧 就住公司也可以啊 真的不能怪美國人很胖 因為他們公司文化就是會提供吃的 所以真的不能怪他們 對 又包括整個外面的那些 有一種足球場啊 然後整個氣氛都非常非常的讓人 很像一個度假村的感覺 那我們等一下就準備要去訪問導演了 我們來那個 就是 來暖身一下好了 OK 就來打假裝 鏡頭前面就是這個導演 Hello Danny I'm the director 嗨 I'm Danny from Taiwan Hello 90度鞠躬 90度到幾點 90度鞠躬 對 然後等一下就會立刻送上 那個鳳梨酥 因為我實在買不到 漂亮的櫻花鉤吻歸產品 所以我決定放棄了 你要怎麼用英文講鳳梨酥呢 是Pine Apple Cake嗎 對啊 可以講Pine Apple Cake 而且再加上就是其實老外他們 對於講話這件事情是 得心應手 對啊 他們公關做得很好 所以不用擔心 反正就把問題丟給他 然後我相信他應該就會套套不拒 對啊 我就不需要動腦 然後他們隨時隨地就有人 可以拿來聽過電腦在那邊工作 看起來就很有腦袋啊 怎麼會這樣 而且你知道他們盯著電腦 就感覺他們真的在做大事 不像是我們就可能在聊 來 怎麼 因為這邊都是天才啊 你知道嗎 對啊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陽光 這個背景 對…他們都是天 這是一個天才聚集的地方 我跟你講真的不是我們這種 就是膚淺的人可以進得來的地方 你就是剛看完他們在講說動畫是怎麼做 就是你感覺是怎樣 天啊 我只能說就是做動畫的人 我只能說好險是美國人來做 因為如果是亞洲人來做的話 他們全部就會立刻過勞死 因為美國人應該放他們準時下班 但是我覺得這個 因為他們真的一個東西要做太久了 對 但是我覺得他們很尊重就是 每一個領域的各個環節的人 對 而且譬如他們就是吹毛求私道監 譬如說剛剛他已經播了第一個版本 然後後來那個版本就砍掉重練 但如果他不砍掉重練 我會覺得第一個版本很好啊 所以我們根本就覺得… 不過這事情感覺在台灣也是很常發生 只是說他們講的方式會讓下面的人會覺得說 嗯好 那我就是可能真的是要去做一下調整這樣子 因為他們講出來的邏輯你就可以理解 對 所以真的算是見識到他們做事情 有 而且剛剛那兩個在表演的老外 絕對都智商破一萬 戰鬥力破一萬 智商破一萬 對 絕對破一萬 不是一百就是一萬 我們現在要準備逛那個 就是他們的這個紀念品的店 很多獨家的東西 蛤 幽幽 哇 真的鐵不塑膠耶 真的喔 這好值得 沒有 這有些那種是鋁那種 哇 我前面就這麼小一個 這就是傳說中那個皮克斯的動畫公司 在舊金山 然後剛剛就是在走過來的時候 因為他們皮克斯有工作人員在走路 然後我就順便把握人他一天 我就說進你們品質工作 要就是做IQ測驗嗎 然後他就說對 要做IQ測驗 我一聽證就腿軟 因為我們絕對就是還沒有到畫畫那一關 在IQ這一關就被刷下來 而且我覺得他們IQ都要超過1000才有辦法進來 1000 對 1000 萬刀子 對 1K 所以裡面就充滿了各式各樣天才 然後你進去之後一出來就會覺得很累 因為你知道像我們這種 IQ就是有20的人 跟天台相手是會很累的 但是我也不會自己是個蠢才 所以我還是活了OK 好 我們現在就是準備要離開皮克斯的總部了 完成了我們這次出差的一個 一個算是 對 主要的工作時間啦 這等於是算下班了啦 對 然後因為那個 我就是其實有訪問一下迪士尼 就是台灣的那位工作人員 然後他 因為他已經來三次了 所以他對這些都很冷感嘛 那我就問他說 欸 那你們就前幾次帶了誰來啊 反正他每一年都帶不同的人馬來 尤其是明星什麼之類的 那因為我本身想說 那我們應該就是這一次機會再也沒有下車 但是我本身是移動了行天空 所以呢 在史詞這邊宣布 我們團隊還有下一次機會再來 真的假的 我們自己許願而已 我們很愛亂許願 不要在後面毀棒我 你可以不用擬我 你可以不用擬我 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上我們的車了 我們這個非常OP的車 哇 回去的好像更厲害了 變Benz了 今天開玩笑 可是為什麼要浪費兩張機票 看很多場演唱會 因為這個活動是 不過我覺得我每一場公眾都非常的好 然後跟Dance之間的幕企也OK 那平常我跟我的舞雄們 就搭這台車 然後在美國境內 那如果是要飛去國外開演唱會的話 我們就搭四人飛機 就沒有 他有公關 但是他也不是錯誤